第八题 水滴头挑战在不动到桌上餐具的情况下抽出桌布 请问成功的技巧以及运用的原理为何 这就是老师上课跟各位放过的影片 我们要快动的抽出我们的桌布 那么在符合牛顿低运动的情况之下 桌布会被抽出来 而我们的餐具会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 请问成功的技巧以及运用的原理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快速抽出桌巾牛顿低运运动定律